原教等觉 所谓四十一瓶无名的稀奇 断干净了 正得妙觉如来 这一断干净了 是宝族不见了 于是我们就知道 是宝族怎么来的 是宝族不是真的 无时无名稀奇变真的 有稀奇就有是宝族 稀奇断了 是宝族没有了 所以凡所有向 见识虚望 佛并没有说 是宝族除外 没说这个话 那么换一句话说 是宝庄严图也是虚望 这就对了 虽然是宝族里没有变化 但是他有生 他有灭 他的生灭就一死 他不像我们这边的生灭 我们这边生灭 是生灭连着的 前面生前面灭后头就是借着的 相续相 这就是五蕴里头的心 心就是相续不断 但是在宝庄严图里头没有心 他真的是相续相 不是相似相续相 真正是相续相 到哪一天无名稀奇叽 没有了 他就没有了 他就灭了 他只有一个生 有一个灭 当中没有生灭性 所以将一阵了 是宝图没有了 长级光图现前 这真正回归自信 圆满的回归自信 回归自信才真正的大协度 身相没有了 心相也没有了 身心跟虚空法界融成一体 虚空多大 你的身就多大 虚空多大 你的星量就多大 整个身心变成光明 整个过途也变成光明 一报真报都没有了 融合这一体了 叫长级光 长级光才是真正自己 长级光无处不在 无事不在 所以一切众生 没有一个能力的开长级光 长级光是佛的真身 是佛的真心 我们起心动念 言语造作 佛怎么会不知道呢 你没离开他了 他全知道 既然全知道 我们的隐形 就不能不正 隐形正 佛菩萨欢喜 隐形不正 怎么对得起佛菩萨 佛菩萨就是自己 那么对得起佛菩萨 对得起自己 对不起佛菩萨 对不起自己 这个事情得搞清楚 搞明白 佛陀教育终极的目标 是将我回归自己 六滴 正如现前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